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黑色幽默奇幻短片《送奶人》 老头是个兢兢业业的送奶人 他因为这份工作获得了许多的荣誉 每天八点整的闹钟一响,他的工作就开始了 挨家挨户地给社区的居民送奶 所有人都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他凭借一份简单的工作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和信任 但并不包括他曾经的竞争对手胖姐 家里的奖招已经挂满了墙 却怎么也无法和胖姐一家亲近 工作结束后,他坐下来看着冰川公园的宣传册 那是他向往的地方 突然一条紧急插播的新闻打破了他的幻想 博保员说,放射性的牛奶 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牛奶中毒事件 千万不要喝牛奶,话音刚落就嗝屁了 老头赶紧把正准备吞下去的牛奶吐了出来 他跑上街道想阻止人们喝牛奶 首先是寻求警察的帮助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警察直直地倒在了他面前 老头赶紧打电话给医生 然而医生也狗屁了 银波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播 看着满街倒下的姿势诡异的尸体 老头将他们全都藏在了自己家 突然胖姐的女儿来敲门 说他正在兜售饼干筹集善款 幸好他妈妈因为不喜欢老头 所以不让他随便喝牛奶 老头非常焦急地 怕他知道自己用牛奶毒死了人 于是让他闭上眼睛数数带他回家 回到家后他让女儿自己去玩 因为他跟胖姐有钥匙商量 胖姐家里也同样挂满了奖章 原来他转行之后当起了社区的邮差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女儿不见了 胖姐担心坏了 开始数了老头是个杀人凶手 抢了他的第一 就是个失败者 现在哈哈的他女儿陷入了危险 老头在这谩骂声中 差点就喝下面前的牛奶自杀了 突然女儿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说起了一个大道理 人们都因为很忙 没有时间和家人相聚 这是最好的时候陪伴家人 说完便拿出了自己画的画 是老头和自己 还有妈妈手牵手的画面 而这幅画 刚好就画在那个老头一直想去的 冰川公园宣传册上 看着满屋子和满街的尸体 老头决定放下工作 带着最亲近的人去看一看世界 所以说真相只有一个 小女孩联合了冰川公园的经理 策划了这一起毒牛奶事件 这个年头大家真的都不容易 为了出个门还得堵死所有的客户 工作就是这么的 值得人去热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努力工作 赚钱旅游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内容 下期见啦 谢谢大家